平常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都把钱存在 529的教育基金里面 因为当初是为了省税 也想要送给 自己的孙子孙女一些礼物 所以把钱存在 529的计划里面 现在小朋友要上 私立的6年级到8年级了 他想要问一下 529里面的钱 我可以拿来上私立学校吗 K12里面的这几年 从1年级到12年级 是否可以把529的钱 拿出来做私立高中 私立中学的这些学费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如果拿来使用的话 有没有涉及到 要交税的这个问题呢 关于怎么样使用 这个教育基金529计划呢 我们口号小天使 今天超级赞 为大家找到的是 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我们的台住之一 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 李豪李会计师 李会计师你好 主任你好 好那他假如有529的话 他是可以用在这个教育的费用 而且之前529是只能用在大学的教育费用 那现在的529他的规定改变了 也就是说他可以用在K到12年级 就是这个小学吧 还有Kindergarten 幼稚园 一直到这个小学12 到这个高中12年级都可以使用 然后他不过他有限制 他每一年都可以使用在学费上面是1万块一个学生 那他假如有学生贷款的话 也可以付掉1万块学生贷款用这个费用 那他假如这个钱拿出来不是用在这个学费的话 当然大学的学费还是可以用的 不是用在这个学费的话 那就是就需要缴税了 这是他的规定 OK所以也就是说这笔钱如果是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是住宿 有没有租了一个这个学校的宿舍他拿去付宿舍的费用 那他可能就不能抵税 但如果是学费的话可以是这样子吗 对学费可以抵 那住宿一定要住在学校的学费才可以抵 而且这个像买书啊买电脑啊 那个住在学校宿舍 只有大学的费用可以抵 他假如K到12住在学校 这种费用就抵不了了 只有那个学费可以抵扣 哎呦这真的非常重要哦 这个知识点要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们 要用529计划的话 一定要先跟你的这个会计师确认一下 要不然的话不要以为这个中小学 K12跟这个大学的规定是一样的 这要小心注意处理 谢谢我们的李豪会计师